来到11月1日 我是简中时报李美清 政府高调派兵守检台边界 开展访报研习 神良西回国计划倒数八天 当局一日向检台关口等边界地带 调遣了大批武装力量 并声明会采取必要措施 以确保形势稳定 据简中时报收到消息 与泰国坚染的普蝶棉直省 河马的旺省政府 一日上午调动了大量武装力量 前往检台关口驻守待命 为了避免民众受惊 王家军以王通常是在午夜时段调动军队 这次选择白天调遣全副武装的军队 情况极为少见 被调动的武装部队 包括士兵、宪兵和反暴警察 他们这几天将分别在 指定地点开展反暴演习活动 上周五10月25日 在内阁会议上 洪森总理通过士兵会议 向边防军队司令下达命令 一旦神良心如期入境 武装力量务必依法将神势殲灭 他们这几天将分别在 指定地点开展反暴演习活动 参观五哥古迹的国际游客持续下滑 今年前十个月 负责管理和销售五哥门票的五哥机构公布最新报告 前十个月 参观五哥古迹的国际游客 达180万4千07人次 同比下滑13.69% 门票收入约8千70万美元 同比下降14% 10月份 参观五哥古迹的游客为14万人次 同比下降24.9% 门票收入为636万美元 同比下降23.8% 今年前十个月 政府决定向昆塔帕花儿童医院 捐出360万8千014美元 五哥窟门票共分三类 其中一日游门票价格调高至37美元 可在七天以内择日使用的三日游门票调高至62美元 可在一个月内择日使用的七日游门票价至72美元 请在王家军建议越南举办两国军人运动会 王家军总司令旺比胜 31日下午会见 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潘文江 潘文江介绍 其访问建在旨在增进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他高度评价两军合作成果 愿同检方继续加强打击跨境犯罪 军事人力资源培训 寻找月经遗害等合作 王比胜表示 建在与越南将于12月进行联合救灾演练 他希望两国举行军人运动比赛增进两军感情 潘文江邀请王比胜参加越南人民军队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 日本向柬埔寨提供2700万美元 用于提升首度金边污水处理系统 一日上午 财经部长温本莫尼洛与日本国际协议机构 JICA驻柬埔寨首席代表Yuichi Sugano 签署增款协议 根据联合新闻通告指出 日方向检方提供总值27.771日元 约2700万美元的援助 站在金边市兰哥区振埃分区振埃湖建立污水处理站 总长2000米连接万和密抽水站 这座污水处理站建成后 每日可以处理5000立方米污水 工程将于2020年年底动工兴建 工期32个月 除了建设外 该项目还将提供技术援助 以提升技术人员的能力 处理站的维护和财务管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